日前林心如参加了一次珠宝展,在现场大大方拍下了一条价值三亿多的项链,他当场表示这是留给自己女儿小海豚的,外加手上的十二克拉钻戒,市值高达一亿,这样一算小海豚的身价已经四亿多了,不到一岁的小海豚在睡梦中挤身一万富豪。 不仅如此,林心如还宣称每年女儿生日都会为她购置一套珠宝,直到十八岁为止,这样想来直到小海豚十八岁,她的身价都在蹭蹭蹭往上涨啊。 不过,这有可能也是林心如的一个借口,因为她笑颜,她不能用的时候我可以先用。 不过,珠宝这东西放着不会贬值,只会增值,也从侧面反映林心如投机有道。 林心如爱珠宝这件事其实也不是秘密,此前在公共场合佩戴的珠宝首饰,大多都是自己的私人物品,各个奢侈,所以能够伸出阔作购置珠宝给女儿也无可厚非。 现在看来小海豚是拖拖人生赢家了,有这样颜值的爹妈想来容貌肯定不会差的哪去,还有妈妈给的大手笔,只能说期待小海豚长大了。